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首庆祝 香港公民协会成立七十周年的同事 我们也承诺我们是会以服务人群 使人生最崇高的工作作为我们服务香港的教育 也都感谢公民协会这么多同仁 多年来是怯而不捨建立一个美好的香港 这些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因为我父亲说 生活一个成功的生活 不是关于自己 是关于其他人的工作 这就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地方 未来的香港公民协会 都是继续朝着张有卿先生的宗旨 我们为香港的民生 希望反映给政府听一下 看看政策方面 怎样可以利民的措施 使得香港市民生律水准一极提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